方林公園今天同時舉行兩場活動 參與一個反對公基金制度集會的成員 到新加坡基督教青年會活動的場地遊行 他們手持標語、高喊口號、干擾表演 讓參與基督教青年會活動的成員 包括有特殊需要的孩童感到害怕 基督教青年會表示 他們是在今年4月獲整舉辦慈善活動 為老年人和殘疾人士呈現表演 反對公基金制度的集會 則是在9月22日獲得準證 反對公基金制度集會的參與者 繞著基督教青年會的場地遊行至少4次 一些參與者向青年會活動的嘉賓 茂工部政務部長張斯勒爆粗口 不過張斯勒仍然同他們握手 國家發展部答覆媒體詢問時說 方林公園之前曾經在同一天 舉辦超過一個活動 這不是方林公園第一次同時舉行兩場活動 警方表示將會調查這起事件